南投出现了假镇长争扎财 日前有民众收到了来自草屯镇长的讯息 表示自己人在台北开会 但有亲友急需30万 能否先帮忙汇款 民众不应有他就真的跑去汇钱了 而直到隔几天之后又被要求帮忙 采取了疑心求证 拆穿骗局 不过类似事件不只发生在草屯 婆里有冒牌的镇长 让当事人急着跳出来 提醒大家别上岛了 被害人拿出手机越说越生气 竟然由假镇长正诈财 这个草屯的假镇长以假照片 利用通讯软体 谎称自己在台北市议会开会 以亲戚急需用钱为理由 先骗到30万元 接着又以相同的手法再要40万元 而且还不断来讯催促 被害人越想越不对 赶紧去查证 赫兰发现上了假镇长的贼船 草屯镇长赶紧跳出来 因为假镇长到处乱发信息 此外连普利镇长也有冒牌货 还好民众激紧没有受骗 现在两阵长不分党派 骑身跳出来提醒大家别当怨大头 记者曾鲁城南投报道